我们真的要谢谢美国 因为它揭穿了自己给这个世界编织的谎言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来做几个假设 假如你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 存在海外一个拥有着全球最高信誉的银行 可突然有一天银行告诉你 抱歉 因为你的国家在打仗 我们看不惯 所以你的钱不属于你了 你作何感想 这件事正在发生着 假如你是一名普通市民 你急匆匆的准备紧地铁上班 突然你的手机支付系统提醒你 抱歉 因为你的国家在打仗 我们看不惯 所以我们把你的手机支付取消了 你没有现金 手机里存着你的钱 可你不能花 你作何感想 这件事正在发生着 假如你攒钱好不容易买了一辆宝马 有一天你的车坏了 你打电话给宝马售后 可售后却说 抱歉 因为你们的国家在打仗 我们看不惯 所以我们宝马不跟你们合作了 没有售后了 你想退钱 可人家早就卷破盖圆走人了 你作何感想 这件事正在发生着 再假设你开车出门 而突然手机导航不好使了 谷歌地图告诉你 因为你们的国家在打仗 我们看不惯 所以不提供GPS服务了 你作何感想 假设你是一位大学生 正在国外的学校里刻苦攻读 突然有一天学校告诉你 因为你的国家在打仗 我们看不惯 所以你被开除了 你作何感想 假如你患上了肿瘤 你想到外国的医院 找一家技术更高 条件更好的医院看病 可对方却说 因为你的国家在打仗 我们看不惯 所以不给你治 你作何感想 是的 他们正在干这些事 他们甚至连看病都制裁 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宣布制裁 但医生不行啊 因为日内瓦宣言中说 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 我不允许让年龄疾病 残疾宗教 性别民族 人种政见国籍 社会地位或任何其他因素的偏见 介于我的职责和病人之间 这些假设听起来好像挺逗 但它就真真切切的发生在我们眼前 此刻的俄罗斯上上下下 约一万亿美元的资产 遭到外国的制裁 可要知道这些钱 很多都是老百姓的钱 就因为存在国外 就这么被外国人 堂而皇之的抢走了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 说实在的 当我看到这些新闻时 我的心情真的很沉重 因为说句不中听的话 今天这些发生在俄罗斯人身上的事 谁也不知道 有朝一日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还是不够强大呀 这次的俄乌冲突 让我们真正看到了西方人的嘴脸 什么人道 什么自由 什么正义 他们说的比唱的好听 可事实上 他们只愿意承认 符合他们利益的人道 符合他们利益的正义 和符合他们利益的自由 毛主席那句落后就要挨打 到现在依然是真理 所以我们的国家 还要再强大一点 再强大一点 但愿有朝一日 我们必须面对这些的时候 能够准备的充分一点 再充分一点